讲修行落实于生活,讲佛法应用于人生,欢迎来到禅心学院,您听达观师父教会,开启智慧人生。 唱谈六祖谈经八十五,能者得知,整理者心灯,读诵者心音。 吴祖归,数日不上堂,众疑,亦问曰,和尚烧病,烧脑否? 曰,病即无,依乏已难以,问,谁人传授?曰,能者得知,重乃知焉,逐后数百人来,欲夺一波。 吴祖,这一生的任务已完成,所以,他归去寺院后,数日不上堂。 众弟子感到疑惑,故意问曰,和尚烧病烧脑否? 佛弟子亦常常如此关心佛,佛法不破世间法。 佛法不外乎人情,开悟之人会生病,但不会有烦恼。 即使有烦恼,也只是担心没有传承之人。 师父纵使有病,也是弟子不长进,病在弟子,病在众生。 佛没有病,因众生有病,佛视线病。 有人说,他学佛之前身体很好,学佛后就开始生病了。 拜佛,佛也不保佑他。 你不要把生病,跟学佛扯在一起,这不是正见。 很多人打坐,潜意识,希望身体更好,这是错误的。 你心情放轻松,不执着身体,身体状况自然会改善。 但有些人不是在学佛,而是在学气功。 你可以学气功,太极拳,但你不要执着。 你若真懂佛法,讲话一定圆满,空有两边都不落。 吴祖曰,病即无,执着,妄想,即是病。 老和尚无执着,妄想,岂会有病呢? 她一开始保护六祖,怕别人伤害她。 现在,就对大众公布答案,告诉他们,依法已往南方去移。 五祖之前跟大众宣布生死世大,要大家做一手计。 如今,便让此事圆满落幕。 学佛之人,要懂圆生圆满。 知道上台,亦知道下台。 知道来,亦知道去。 礼上无来无去, 事相上,则要来去自如。 众弟子便问吴祖,谁人最终得到您的传授呢? 吴祖答,能者得之,此为双关语。 一,有能力,能物之人得。 二,有一个叫慧能的火头夫。 虽然吴祖一千多个弟子当中,名字有能字的,应该不止一两位。 但慧能有前机可循。 因为他写过一首记 这样才连得上 而且他以前在后院打杂 如今却已不见了 否则像他这么默默无闻 从未亲近无阻 人家不会猜到 无阻这么一说 大众乃知道真相焰 诸后数百人来追六祖 欲夺一波 虽然说人心不古 但我们的妄念和不善心 从古至今没有两样 现在的总统 还不会因为要当总统 而杀父杀母 以前的皇帝 却会这么做 你不要说一代不如一代 这样没有意义 《金刚经》中 须菩提问曰 世尊颇有众生 德文如是言说张句 生时信否 世尊打曰 莫做父母的也不要说 不知道这些孩子在想什么 那你们为人父母 又在想什么 你们都只看别人 没有看到自己 此所谓 只见人非 却不见己过 现在的出家人 虽然不会争一波 但有时候 也会争寺院的财产 住持的位置等等 从以前到现在 只要是凡夫 此类事情 就会不断地发生 文后思维 你可以只见己过 不论人非吗 心平何劳持戒 行职何用修缠 感恩六祖会能大事开始 感恩达官师父教会 感恩您的聆听 感恩生命中的遇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